小同玩具 小伙伴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要退坑奥特曼的 今天有一个小粉丝高复活 他竟然要退坑奥特曼了 他把他所有的周边玩具 全部都卖给了我 这里面还有LG卡 咱们就看看 我这50块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啊 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先拆哪个呢 要救你了 这是杰德奥特曼的 这个拿起来纯点点的 说不定我今天手气夹 第一包就卡出LG卡 哇一包卡片 不会这个就是LG卡吧 哇这有这么多卡片 废卡 废卡废卡 这个也是废卡 怎么全部都是废卡呀 怎么都是这么多废卡 不会我被这位小粉丝给坑了吧 诶等等 这还有一张卡片 是特曼加奥特曼复合形态的GP卡 这个卡片可是之前 很多小朋友都抢了腰的 说这张怎么看起来有点怪 难道是假卡 那如果拆完 我要去找专业人士看一下 我们接着拆第二个 就拆它了 哦哦 这个是太加奥特曼的 诶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好像是奥特曼变形字母 那它肯定能变形啦 咱们试一下 嗯 我们先来变形第一个 这个是迪迦奥特曼 哇 变形成功啦 有没有小朋友看得出来 这又是什么字母呀 哦 没错 它就是字母T 那我们现在来变形第二个 这个是镜子骑士 看看它会变成什么 变形成功 它变成了字母M 诶 我好像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样把它翻转过来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字母W呀 哼哼哼 这小玩意还挺有意思 再拍下一个 有它 这黑色的东西是啥呀 嗯 原来是奥特曼迷奥 这是谁的迷奥啊 虽然没有开出卡片 不过十块钱买三个迷奥也是赚了 现在就剩两个芒格了 插哪个呢 诶 哪个你啦 我插 诶 这好像是什么奥特曼变形战车 究竟是哪个奥特曼呀 咱们变形看看 变形成功了 它现在变成了奥特曼 这个应该是初代奥特曼 我们再把它变成小汽车的形态 它还可以滑动 走喽 哎 插了这么半天 现在全是些什么新奇古怪的东西 你说到现在奥特曼变形战车卡 还是没有出现 怎么说着说着就来了嘛 这么多 全是奥特曼变形战车卡 再来看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怪兽 加修莱因 这也是一个怪兽 闪电达兰比尔 啊 怎么还是怪兽呀 这个是达拉姆 这个是基里埃洛德人 终于来了奥特曼 如果暗黑欧布奥特曼 它也不是正能量的奥特曼呀 还有一招 这个是安培拉行人 最后一个 希特拉 哇 这也太贵重了吧 现在感觉小粉丝 好像被我坑了 不行 我得把这些卡片 还回去才行